第十二课 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听对话 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例如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 好吗 一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有点疼 今天太阳不错 你带我出去吧 一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有点疼 今天太阳不错 你带我出去吧 二 能帮我把这些行李箱放到上面吗 我搬不动 可以 我来搬吧 二 能帮我把这些行李箱放到上面吗 我搬不动 可以 我来搬吧 二 三 对不起先生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关上手机 好的 我知道了 三 对不起先生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关上手机 好的 我知道了 四 黑板上的那个字怎么读 我也不认识 我查一下字典 找到了告诉你 四 黑板上的那个字怎么读 我也不认识 我查一下字典 找到了告诉你 五 会议早就开始了 你怎么现在还没来 别生气 我十分钟就到 五 会议早就开始了 你怎么现在还没来 别生气 我十分钟就到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 听句子 判断对错 例如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 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六 我的包忘在出租车上了 钱包 手机和护照都在里面 他是出租车司机 六 我的包忘在出租车上了 钱包 手机和护照都在里面 他是出租车司机 七 我很喜欢画画 但是没有人教过我 我都是自己学的 你看 这个小狗就是我画的 可爱吗 他不喜欢跟老师学画画 七 我很喜欢画画 但是没有人教过我 我都是自己学的 你看 这个小狗就是我画的 可爱吗 他不喜欢跟老师学画画 八 老师 您昨天讲的那几个题 我今天就忘了 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老师昨天没讲明白 八 老师 您昨天讲的那几个题 我今天就忘了 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老师昨天没讲明白 九 爸爸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找到他的护照 我今天上午帮他洗衣服的时候 在他那条蓝色的裤子里找到了 爸爸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护照 九 爸爸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找到他的护照 我今天上午帮他洗衣服的时候 在他那条蓝色的裤子里找到了 爸爸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护照 十 我们需要换新的桌子和椅子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跟我一起去看看 桌子和椅子都旧了 十 我们需要换新的桌子和椅子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跟我一起去看看 桌子和椅子都旧了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五题 听短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 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 十一 喂 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 你是在北门吗 我过去找你吧 你别过来了 我快到西门了 女的现在在哪儿 十一 喂 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 你是在北门吗 我过去找你吧 你别过来了 我快到西门了 女的现在在哪儿 十二 我决定从明天开始 每天跑一千米 真的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十二 我决定从明天开始 每天跑一千米 真的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十三 你把护照放在行李箱里了吗 没有 在我包里呢 这样拿着比较方便 护照在哪儿 十四 你把护照放在行李箱里了吗 没有 在我包里呢 在我包里呢 这样拿着比较方便 护照在哪儿 十四 十四 请问 学校附近有中国银行吗 有 有 出了西门 向左走两百米就能看见 女的要去哪儿 十五 火车站离这儿很远 坐车不太方便 我开车送你去 我开车送你去 十五 火车站 火车站离这儿很远 坐车不太方便 我开车送你去 不用了 谢谢您 我还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吧 男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 第四部分 第十六到二十题 听长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十六 这是你画的吗 太阳是我画的 小猫是妹妹画的 真好看 画好了吗 还没有 我想在这儿 再画点花 女的还准备画什么 十六 这是你画的吗 太阳是我画的 小猫是妹妹画的 真好看 画好了吗 还没有 我想在这儿 再画点花 女的还准备画什么 十七 吃好了吗 要不要再来点米饭 不吃了 家里还有西瓜吗 还有半个 你自己拿吧 好的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十七 吃好了吗 要不要再来点米饭 不吃了 家里还有西瓜吗 还有半个 你自己拿吧 好的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十八 喂 是小马吗 是我 周经理 您有什么事 我明天十点 要去火车站接个人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让司机明天九点前到楼下等您 男的明天要做什么 十八 喂 是小马吗 是我 周经理 您有什么事 我明天十点要去火车站接个人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让司机明天九点前到楼下等您 男的明天要做什么 十九 你会骑自行车吗 当然 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 那你教教我吧 我一直想学 可以啊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你会骑自行车吗 当然 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 那你教教我吧 我一直想学 可以啊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男的要做什么 二十 你怎么才来 都八点一刻了 对不起 来机场的路上 才发现没带护照 出门的时候 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呢 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很着急 就出了问题 男的怎么了 二十 你怎么才来 都八点一刻了 对不起 来机场的路上 才发现没带护照 出门的时候 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呢 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很着急 就出了问题 男的怎么了 你怎么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